第一個,那個模型呢,髮向量錯會怎麼樣 我們先看一下,先做一個方塊出來 然後再複製一個方塊 他們中間的面我都刪掉 第一個會犯的錯誤呢,就是有人會這樣做 就是面沒有刪掉,就想要接起來 那個是接不起來的 像這樣子接啊,兩個模型合併是接不起來的 你看這邊,Object Mode,這邊兩個合併 做一個Mesh Combine Mesh,空白鍵按一下,Combine Combine了對不對,那你現在呢,中間要接起來 Mesh Tool Append to Polygon Tool 先點一個邊,再點一個邊 他就接成這樣子 接不起來,有沒有看到 Ctrl Z回去 把這個面刪掉 然後再使用Append to Polygon Tool 這樣兩邊都有洞了對不對 Append to Polygon Tool OK 選一個邊,再選一個邊 Enter,他就接得起來 有沒有,Ctrl Z回去 那現在跟你講髮向量相反會怎麼樣 髮向量相反,我現在選這邊的面 然後在Mesh Display裡面 做Reverse 髮向量反轉 反轉以後呢,變這樣子 有沒有 髮向量反轉 所以現在呢,如果你用Append to Polygon 接 一樣出問題 接不起來 1 2 有沒有看到,他會變打叉 OK嗎 所以記得髮向量一定要通通都朝外 然後不能有密封的面 密封的面接不起來 第二個呢,現在跟你講一下 就是 另外一個狀況 現在這個模型有問題 就是有的同學呢,比如說我做IsTrue 我現在選面 我做IsTrue Shift加滑鼠右鍵 IsTrueFace 按了以後呢,我覺得我都沒有往外拉 它的厚度還是零啊 沒差,空白地方點一下 結束 然後呢,我們現在用一個指定去看 Display 顯示 HeadUpDisplay Title顯示器 這邊有個叫多邊形的抬頭顯示 就是顯示多邊形的點線面的抬頭顯示器 這打開來以後可以幹嘛呢 你看 這是場景裡面總共130個點 這是我選到的這個多邊形方塊 是120個點 再來我可以去選點 我選到兩個點 這個地方應該是兩個點 這個地方應該是只有一個點 對不對 所以呢,表示什麼 這個模型有問題 所以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我現在把這個方塊選起來 它有12個點,絕對是錯的 它應該只有幾個點 8個點 所以Shift加滑鼠右鍵 把這8個點裡面 距離很近的點全部合起來 你看這裡有個設定方塊 預設只是0.01 所以呢,你按Merge 合併 它就恢復正常8個點 有看到嗎 所以這個視窗在建模的時候 沒事就打開來 因為你可以檢查錯誤 這個指令 你直接要不要寫一下 HeadUpDisplay的Polycount 直接寫起來好了 要不然手機拍一下也可以啊 反正如果夠懶的話就用拍的 然後第二個我要教你怎麼樣就快速清除模型的問題 他有一個快速的指令是可以整個模型選起來 就是你怎麼查都查不出問題來 用它可以快速清除 好了嗎 喔 我要往下講喔 下一個比較啰嗦 這個我跟你講都建議你寫在什麼地方 寫在超明顯的地方 就是 這個重要性太高了 因為這就是你永遠都會遇到一堆 問題都要用這個來解決 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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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就這樣靜止到下課好了 這樣也不錯 那另外呢 一個指令呢也是超級重要 做模型的時候你絕對會遇到 你 找不到問題 要用這個指令清楚問題 第一個 用這個指令的時候呢 就是你的多邊形模型出問題 第一個先到物件模式 整個選起來 那這個模型呢 我故意先做一些 瑕疵好了 就是剛剛那樣子好了 Face 然後這邊就 It's true face 好就這樣子 原地 然後這邊呢 我故意把它亂切一下 切一刀 亂切 好這邊呢 你看喔 這個模型是有瑕疵的 這樣點到以後就看到 他有14個點 那我們現在呢 用這個指令 Mesh Cleanup 寫起來吧 Mesh Cleanup 那你如果用其他3D軟體做出問題的話 你可以丟回瑪雅用這個指令來清 也超快 因為不是所有的3D軟體都有這種指令 Cleanup Cleanup 裡面要選什麼呢 這很囉嗦 自己寫一下 你要勾什麼地方 你要勾 第一個 超過四個邊要勾 第二個 concave face 要勾 laminar face 要勾 non-manifold geometry 要勾 這幾個英文單字 其實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上網查 這個網路上都查得到它是什麼東西 concave faces laminar faces non-manifold geometry 然後這邊還要勾什麼 線的長度是0 面的大小是0 那下面這個就不要勾 下面這個勾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大概幾個要勾 所以大概幾個要勾 face with more than 4 size 就是超過四個邊的面 消滅它 但是有的時候不一定 有些圓柱體 故意就是上面是一個面是多邊形 那個是做遊戲的時候會用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這一行是要不要勾 concave這個一定要勾 laminar non-manifold一定要勾 這兩個也一定要勾 這個代表都有問題 那就cleanup 清除 你看清除以後呢 它就剩10個點 但是其實這個是因為怎麼樣就是 這個根本就是 這條線是多餘的 這條線其實這有些線是多餘的 它就把它弄成四邊形 它這個居然沒有消滅 好爛 所以像這個有的時候你要自己清 這個就算了 就shift加滑鼠右鍵delete edge 那順便跟你講 delete edge有什麼差別 這邊進入點的編修模式 你可以看到剛剛刪掉線的地方沒有留點 有沒有注意到 我如果直接選線按delete 它會留點 你注意看 有沒有看到留一個點兩個點 有看到嗎 所以呢 undo回去 shift加滑鼠右鍵delete edge 這個指令的好處是什麼 它會把那個點順便幫你刪掉 你看 沒有留點 所以為什麼你看這裡 剛剛有一個指令是 Ctrl加delete 有沒有 表示常用 懂嗎 剛剛那個是刪除線 有沒有看到 很重要 好大概是這樣子 要記得這一排是什麼 場景的全部 這是你選到的那個 那個模型 然後那個模型上面的點線面 你可以進入這個模式去選 OK嗎 大概是這樣 這三行的意思 好畫面還給你 繼續做吧 慢了嗎 我一直在賤 是你